新冠肺炎三级警戒持续 因应防疫许多课程改为线上 即便放暑假也有许多线上课程供民众参考 但是要如何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学习呢 职能治疗师叶佳山提供几个技巧 帮助家长安排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且有更专心学习的空间 第一个是建立日常生活作息表 那日常生活作息表很重要 因为就是需要维持规律的日常生活作息 才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稳定 让他在学面对学业的时候更加专心 那第二个是在上课之前呢 可以有十分钟的运动时间 像是可能开合跳啊 跳绳啊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像是网路影片 或者是手机的APP都可以让我们小孩子行 那第三个呢 是建立环境 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环境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就是他玩具啊 或者是一些会影响他们专心的东西 是不是有先收干净 然后再来像是他面对的方向是非常重要 可以面对可能像是比较没有干扰的白墙 那第四个呢 是在每一天的时候 让家长有个回馈的时间 在一天的结束可以问小朋友说 你今天做得怎么样 让他去反思今天的行为 那如果家长有关心 有注意到他有一个好的表现 就可以给他一些鼓励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表现 可以一起讨论 应该要怎么样的修正改进 除了帮助孩子专心学习规律生活外 巴黎疗养院的卢州门诊只能治疗 也提供免费家长线上咨询 共同陪伴亲子度过疫情的辛苦与不安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